大家好 我是想想话 很不幸啊 在李颖亮正在意外不及失败之后 张伟丽再次迎来拜委啊 其实李颖亮我之前一直没有评价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我打心眼里 其实怎么说呢 我尊重每一个运动员啊 但是我并不太喜欢 李颖亮 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可能通过媒体 我也不认识本人 感觉他过分的张扬 当然是我自己的感觉啊 我现在其实我发现 说说有有有的 我从马上看着一个主持人啊 著名主持人 对吧 成什么风的一个著名主持人说一话 说那意思说 哎 说UFG的规则呀 那意思是不合理啊 他说那个建议改变下规则 啥规则呢 第一回合就是战略式格斗 什么第二回合才可以使用地面剂啊 我不知道这么这一个主持人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对吧 大家要知道 UFG比赛的统成他就叫综合格斗 对吧 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传统在一起 让你们学什么的东西都可以凑在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说在我看来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节目主持人 对吧 说这种话 在我看来是无止的 因为就我而言 我唯一知道一个改变规则的是K1 当年为这个波球改变一个规则 因为波球这个内威锡 连续内威锡简直是bug的存在 对吧 后来呢 就楼报之后只允许使用一次起下 这是当年K1做出的规则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波球 对吧 用这个内威锡简直天下无敌了 最后你会发现 他即便把规则改掉之后 他在 当时K1的内态上依然是风生水起 还是没有对手 这是一个不整的事实 就是 比赛方可能会被强者 对吧 本身一个非常强的人 然后通过改变一点规则 稍微克制一下他 这种是可能的 但最起码我认为李景亮没有这个权力 说让UFC赛方给他改变这个规则 本身他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一线选手 对吧 李景亮那场比赛 说死话 张伟丽的每场比赛有直播我都会看 但李景亮我从来不会看 对吧 我只是看了一眼 后来的回播 从开始的时候 他就被人家就拿背 一直拿到最后 就被最后被降服 大家要知道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在UFC不是UFC 一句古话大家听过没有 这个 三年拳不如一年九 对吧 十年九不如一把刀 这个东西深刻的意味道 大家知道第一届UFC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八个武术权种 融合到一起了 就是八种不同武术派别 参加第一届UFC 最后赢的是巴西手术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 对吧 UFC的地面积 远远高于别的技能 对吧 有的人说什么 这玩意本身武术权种 不分厉害 不厉害 跟谁 跟每个 跟谁练有关系 其实跟关系并不大 同样一个牛逼的人 就比如这个人都是一个格斗圈台 他练了三年跆拳道 他练了三年跆拳 对吧 同样的情况下去竞争 跆拳道一定输 无庸置疑 你必须得承认 对吧 就是武术的权种 其实是 确实是有这个实力的波动的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值得疑问的 在UFC的背台上 在我认为啊 我认为就是 你战利式格斗 大 就是你战利式格斗 可能碾压对面 对吧 你可能有机会赢 但你赢的机会未必大 但是如果对面的这个地面级 对吧 绝对碾压你的情况下 对吧 你赢的几率非常大 可能我战利式格斗 不会就说完了 一个UFC大使真正的柔术大使 或者是柔道家柔术这种大使 就可能从来不练格斗技的 对吧 我上嘴上UFC 我依然还能打 我还能拼 但是你一个你你一个只练闪打的 对吧 或者只练战利式格斗这种的 你到UFC上 其实在内台上 你就是带宰的高养 这也就充分证明了UFC的地面级更加重要 对吧 这我也就是说 像李颖那样 你就会发现 他的战利式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优势 在我看来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从那一场比赛中 我就发现了他的地面级相比对面 对吧 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弱势 所以说我认为就所有练UFC的人 就特别参加格斗这种人 相对而言 是不是更应该 倾向于多练一些地面级 对吧 大家知道啊 泰雪号称500年不败成话 但是你发现UFC上有几个泰雪选手 几乎没有 你难道说泰雪不强吗 说实话 在一个任何一个战利式格斗的内台上 没有一个人不惧怕泰雪 最起码我是害怕的 对吧 但是呢 就像我说的这些 如果规则开放的情况下 我柔道出身 对吧 柔术我也会一些 我就能上去 我说实话就是再可以允许 对吧 低面级的情况下 我就感觉 自我感觉 我可能和他有一站之力 但是如果你刨开这些东西 对吧 你让我学习的什么空手道之类的 和泰雪在一个内台上 对吧 真正的硬碰硬 站着这个 都说实话 我那些人我是犯处的 这只是我自己的原因啊 所以说 怎么说呢 总体而言 对吧 UFC这个比赛 相对我感觉挺公平 但是你记住 任何一个比赛 没有绝育公平 所以说我也更希望就是说 我们中国联手 对吧 地面级的说法 如果就是这个练 对吧 可以分开可能是四层练战律式 对吧 把六层练到地面级 因为你最终发现UFC 地面级可能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 战比非常非常重的一个比赛 对吧 说实话 如果单纯说战律式格斗 我感觉UFC没有看他 对吧 我更喜欢去看当时原汁原味的K1 那才是真正的战律式格斗的天堂 对吧 但是到了UFC 那就全方面去发展了 对吧 所以说真的就是我也希望这个 UFC赛事越败越大 对吧 我也希望我们越多越来越多的 中国运动员可以这个站上去 就像我说的一话 很多人说 你刚才比比赛上时间 你牛逼你上了 我确实 我不行 对吧 但是不代表我看不懂 我能看出来谁行谁不行 就像中国足球人一样 对吧 我不会踢球 对吧 甚至你让我带个球跑我都不会 但最起码我能看出我们中国足球和人家去踢的时候 就是有差距 这个差距你问我在哪 我不知道 但是感觉就是不一样 看李忍亮和他看李忍亮输掉这场比赛也是 差距太大了 这个差距 在我看来 因为说白了 李忍亮再牛逼你没发挥出来 你暂时可能比他强很多 对吧 但是对手上来就出一个拿背的位置 李忍亮真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当然在我看来 最起码在地面积方面 李忍亮是完败的 对吧 这也是他最终输掉的原因 所以说我尊重任何一个运动员 李忍亮很努力 对吧 对手也很努力 李忍亮无论他输赢 对吧 在我们中国人进行 他是我们中国的英雄 对吧 但是对面其实也如此 就是说说完了 我也喜欢就像这次罗斯特赞伟利的比赛 对吧 无论他来谁赢 我都打内心里去佩服 因为这是一个我想看到真正精彩的比赛 他俩这个真是势均力敌 无论谁输谁赢 在我一个身为一个观众来看 对吧 都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 视觉上的体验 好 今天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